我的母亲现在已经75岁了 她失职症有11、12年了 现在她的个性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死好死坏 可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 妈妈给我的印象 妈妈是个很漂亮的一个女人 然后有一双很纤细的双腿 妈妈煮饭又很好吃 煮菜很棒 然后又很会赚钱 我必须老实说 家里应该算是妈妈最棒了吧 唯一想要对她吐槽的就是 我18岁之后 她就每天逼我结婚 她就每天逼我结婚 怎么说结就结嘛 对不对 因为妈妈失职症了 失职症的人常常会 个性会越来越像小孩子 会无力取闹 然后你就要用你的脾气 你的方式去跟她沟通 她有时候会听不进去你说什么 所以我现在跟她相处的模式就是 我像个医生 像个护士 像个父亲 我记得最后一次是20多岁的时候 我很想知道他们大人恋爱的方式是什么 因为以前很多人都是相亲的关系 所以才会在一起 然后再认识彼此 所以那时候我有 我就坐在地上 妈妈在煮饭 我就问了妈妈说 你跟爸爸是自由恋爱吗 还是相亲 太多了耶 因为妈妈很疼我 我记得有一次 考到驾照 汽车驾照的时候 然后桃园中立上班骑摩车 那一天就是觉得很烦 因为下得太大的雨 我就跟随口说而已 我说 我说如果我可以开车的话 多方便 妈妈隔天 就打电话给他的干儿子 干女儿 干女儿的男朋友 他就说 要签一台车子 然后就贷款 分歧 然后就买了一台轿车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 我没有很好的事业 我没有很好的发展 我只能做一个孝顺的儿子 我不能做一个有钱的孝顺儿子 这是我觉得后悔的事情 妈妈以前有洁癖 很爱干净 可是现在的她 吃东西都会往地上丢 这是因为失智症的关系 然后我每次都会看着妈妈坐在那边 我都会问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是让我觉得很心疼的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生病失智症 因为她在62岁的时候就开始 眩晕症 然后就没有办法工作 然后隔年之后就开始 忧郁 躁 躁 重听 然后再来失智 我觉得人一生病 所有的病都会打击她 侵蚀她 在我们家传统里面来说 我们不太会把爱放在嘴边 所以很难跟父母亲 小时候的时候 我很难跟父母亲说 妈妈爸爸我爱你 连写个塔片 我们都会觉得 很别扭 即使她失智 她还会觉得 我爱你是个很难启齿的一句话 可是我就会一直逗她 我就说 你爱不爱我 因为 我想说的是 我很怕妈妈 把我忘记了 我很怕她有一天把我忘记了 所以 如果她有机会看到这个短片 我很想跟她说 谢谢你把我生下来 我很爱你 你生病了 是我甜蜜的负担 我希望下辈子 我们还是家人 而且我希望有一天 如果你真的要离开了 我希望你是 有福报 不要痛苦 我真的很希望 你能得到 家人所有的爱 妈妈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是